好 今天这一期终于要学一学这个稳定器的运镜 这里呢 我会介绍总共25个不同的运镜 我介绍这些运镜呢 只会专注用这个广角的这个镜头 但是你们可以自己尝试不同镜头 一样的运镜 但是不一样的镜头呢 会带出不一样的效果 那么我们的稳定器运镜的速度 全部建议用这个慢 或中等的速度去行走 因为太快的话 反而我觉得 太人为制造这一种运镜 失去了我们的这个电影感 当然有些运镜是故意加速的 那就另当别论了 开始说运镜之前很快速说一说我们的稳定器的基本设定 我的稳定器设定跟随速度是设置很慢 然后死趋势中 云台的这个模式是全跟随模式 然后呢 稳定器的运镜方向 不换无就是前后左右上下环绕运镜 这里说的如果有些左右前后相反的方向 没有特别去提到的话 不要担心 你自己知道怎样去举一反三 就是可以反方向去操作就可以了 因为有太多不同方向的这个组合运镜 所以呢 这里就只倒出25种 我们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应用的稳定器运镜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通常不会利用我们这个稳定器上面的这个摇杆 去控制我们的这个云台方向 我都是直接用手的这个方向呢 去操作我们的稳定器 因为我觉得摇杆不够这个跟手 然后不能随心所欲的调整我们这个云台的位置 话不多说 让我们直接开始第一个运镜 第一个就是最简单的向前推进 通常这种向前推进的运镜 简单直接就是向前推就可以了 但是有几点要注意的那就是步伐呢 要用这个忍者步伐 就是我们的膝盖稍微的弯曲 然后呢 脚掌尽量完全找地 慢慢向前去 然后为了要让画面比较有这个向前的感觉呢 最好是在我们左右或者是其中一侧呢 有这个物体作为这个参考点 让我们画面看起来比较容易产生这种空间 在向前移动的视觉效果 第二个就是向前推进的同时 慢慢的垂直向下 记得是水平线垂直的向下推 然后呢 继续向前进 这种运镜呢 是我常用的运镜 因为它的好处就是 我不需要太多这个走动呢 就能让画面看起来有非常多这个动感 减少了向前走动太多的话会发生这种上下抖动的问题 那么第三个运镜就是向前推进的时候呢 我们向上 慢慢推 也就是让我们这个扶养轴呢 慢慢倾向上 这个运镜的用法就是当你的主体是比较高的时候呢 就会非常的好用 比如说你是要拍摄 大型的主体 然后呢 上面是有招牌的话 用这个运镜是 非常适合 第四个运镜就是向前推进的时候呢 相机 慢慢的 朝下倾 这个拍出来的效果就是可以强调那种不同的角度去得到这一个 画面感 比如说正面的主体拍摄了之后呢 我们向前 推进的时候 转成这个上帝视觉 向下拍就能由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画面了 第五个运镜呢就是低角度向前推进 或者是 低角度向前跟随 低角度向前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稳定器的 扶养轴 尽量不要上下咬动太多 然后因为我们的视线离这个相机呢 萤幕 比较远 所以构图方面呢 可能需要比较小心 反复检查我们拍摄的画面确定有得到我们想要的构图之后 才是一个好的拍摄 然后就是手握的姿势呢 尽量用两手像这样子呢 握着会比较稳定 当然单手也可以 但是 单手会比较摇晃 所以呢 我还是建议 双手比较好 第六个运镜就是我们低角度 升起 这里的升起呢 要配合我们这个长按前面的板机呢 锁着我们的相机角度 才能达到这种油低往高的转变 这个运镜是很好的交代我们这个主体 由下慢慢移到上面的镜头 尤其是我们要交代 人物时可以先看到我们主体的这个脚步 然后呢再慢慢 转上来看到我们主角 长什么样子 是一个很不错的开场运镜 第七个运镜就是我们从高角度推进的同时呢 慢慢的降下来 一开始是以高角度推进 然后慢慢降下去 至水平线之后 继续向前推进 这个运镜比较像是从高处慢慢的往下前进的感觉 如果你有独角架的话 可以把我们稳定器呢 装在我们的独角架上面之后 当作是一个延伸壁 这样子我们可以往更高的角度 慢慢的降下来拍摄 但是切记稳定器和这个独角架 需要连接的地方呢 需要非常牢固去 连接比较安全 不然因为我们高度和重量的关系 断了的话 很容易让我们这个 稳定器我们的相机 跌在地上 那第八个运镜就是我们快速向前推进的 这个运镜 这个运镜是故意以极快的速度呢 向前推进 以制造我们这种变速的感觉 当然这也能在后期剪接时呢 用这个变速剪接达成 但是有些时候为了不影响我们这个主体的动作呢 所以我们必须要实时的让我们自己 在操作稳定器的时候呢 加快那个推进的速度 比如说你的主体如果是跳舞的话 那么如果是用后期加速变速的方法 这样子我们主体的舞蹈呢 就会突然变得很快 这样子呢看起来就非常的奇怪 所以这个加速推进的运镜呢 是有必要在实时 操作的时候去发生的 好了接下第九个运镜是向前推进的跟随 很多人以为这是很普通这个运镜 很简单 但是呢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越普通这个实际操作起来呢 还是有一些技术层面的这个东西要顾及的 那就是你的这一个步伐不同于其他运镜需要每一次都有忍者步伐让画面 比较平稳 那我觉得这个运镜有时候反而需要一些上下的抖动 尤其是如果你去模仿第一人称视觉的时候呢 向前推进的时候 适当加一些上下抖动会更有 说服力 当然如果不是第一人称视觉的话 那我觉得向前推进 跟随的时候 偶尔也可以有这种上下的抖动呢 来营造着一个主体也在走动的画面上下感觉 当然你们可以自己去尝试看看你们是比较 喜欢哪一类型的这种拍摄手法 那么第十个运镜就是向后拉出 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运镜 其实我觉得大家需要去了解这个运镜 背后 想要表达这种心情或者是 故事的画面 对我来说呢 拉出的运镜只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呢就是作为这个故事的结尾 向后退的越来越远 象征我们这个故事已经是到结束了 那么另外一个用法呢就是向后拉出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我们的主体所在的这个整体环境 比如说一开始你是看到主体的近景的人物特写 向后拉之后呢你可以看到人物这个 所在的环境的画面 好了接下来第十一个就是向后拉 模糊的效果 那么这个运镜其实是利用这个施焦的方式达成的 首先我们先用的是这个手动聚焦 聚焦我们的主体 然后录制大概三秒之后呢 我们向后拉出 因为我们是让我们的聚焦点固定 所以呢主体 环境 这时候会变得 非常的模糊 相反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画面倒放 让我们的画面呢 由施焦 的状态 推进变成聚焦 这样呢也可以达到这种神秘感 然后呢揭晓人物的 运镜 接下来第十二个运镜就是大家最熟悉这个 环绕运镜 也就是我们说的刷波运镜 环绕运镜是非常好的这个围绕着主体 然后呢交代主体 放在中心位置转个圆圈的 运镜那么你转这个圆圈呢可以是半圆圈或是一整个圆圈 都是没有问题 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展示我们这个周围的环境 当然不同的这个镜头呢会带出不一样的效果 你们可以自己去试试 详细的环绕运镜教学呢可以看到我另外一期 已经特别制作的 这一个教程 那第十三个运镜就是距离环绕 意思是我们由远 环绕的同时呢慢慢走向我们这个 主体前进 就能达到类似这种效果了 反方向也一样可以由近环绕后慢慢的离主体 越来越远 这个呢是有点类似无人机里面这个螺旋运镜 第十四个呢也是一样是距离环绕 但这一次呢主体是有走动的 我们是从远的距离呢向主体前进的同时 主体也向我们走动 当于这个主体或者这个人物接触时 我们需要做环绕之后呢继续向后退 就能达成这种运镜 这运镜呢是比较复杂所以呢建议要熟悉这个普通的环绕后 才可以比较容易去进行 当然一开始的这个主体如果是背对我们的话呢 那么这个运镜就有不一样的感觉了 第十五个运镜呢是环绕升降 这个运镜呢就是很简单的环绕的同时呢由下 往上慢慢升起这样子就可以很好的展示一个物体 或人物的多个角度的 画面第16个就是我从这个Full Time filmmaker那里学回来的这个运镜呢 就是360度旋转 但是那个旋转的方向呢是由下往 上去旋转 像这样子围绕呢我们的主体 这里例子呢就是比如说你是在 戴手表 或者是 穿鞋子 这样子环绕一圈 当然因为环绕的方式 相机在底部时我们是看不到 所以呢只能尽量多试几次以后 得到我们最好的这个构图就好 尽量呢让我们的主体一直是在我们的画面中心点 第17个运镜呢就是普通的环绕 但是呢这个是超广角的环绕 这里的超广角的意思是因为我们拍摄的主体呢是比较大 所以呢我们需要环绕的距离呢需要更远更大 挑战性就是我们一直要保持 和这个主体的距离呢是一致的去环绕 但是因为主体太大了我们环绕的这个 这个距离呢难免会有一些落差 所以呢我们在走动的时候呢 其实是需要更加精确的 去完成这一个运镜 所以我拍摄这种 通常大型的物体时我都会尽量避免使用这个环绕运镜的 我都会使用其他 比较容易去执行的 比如说向前推进的运镜呢 会比较简单 直接 第18个运镜就是环绕时呢 这种运镜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介绍主体的重点时的运镜 但是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我用 手动控制 稳定器向上或向下 我个人呢是不太喜欢用这一个 稳定器上面的这个摇杆来控制的 接下来这一个运镜呢是比较 复杂的运镜 那就是我们在跟踪一个人物之后呢 交叉点的时候 我们旋转 旋转了之后呢 接着跟踪另外一个人物 这样子呢就可以达到这一种 非常有电影感的这种运镜 当然这样子的运镜呢也需要我们的这个 主体或者我们的人物呢去配合我们的走位 还有这个时间点的这个掌握 因为呢我们在旋转的同时呢 我们需要跟上他们的交叉点 然后呢继续跟踪另外一个人物 那么第20个运镜就是很适合vlog的朋友们呢 就是自拍的环绕 自拍环绕其实是很考验这个技巧的 因为你需要从一只手 比如说你的左手 交替更换去你的右手呢来拍出这种效果 当然呢你也可以自己本身 旋转呢来达到 环绕的效果 第21个运镜就是上帝视觉 然后呢旋转 这也是我很喜欢 这个其中一个运镜 尤其是拍摄一些在桌子上面的摆设品 这个运镜非常的有画面感 但是建议旋转的速度呢不要那么快 因为很容易让人家觉得 运镜的感觉 第23个呢就是我们的水平线 旋转 这需要把我们这个云台模式 换成这个 fpv模式 这样子呢我们可以旋转 横滚之后得到这种 画面倾斜的 效果 这样拍出来的画面呢会给人感觉一种不安全感 摇摇欲坠的感 觉得很适用在一些比较紧张或者是 描述恐怖的画面时的运镜 第24个运镜呢是向左 或向右 平移这个运镜呢非常普通 我相信大家都会 但这里要注意的就是向左 向右 这个平移时一定要注意速度 不要太快 尤其是如果你要拍摄 比较没那么多 动态模糊的画面的话 那就需要把我们的相机的快门调高 然后平移时也不要那么快 不然如果你拍摄 太多 动态模糊的话 如果是拍摄产品或者是活动拍摄你想要展示那个物体的时候呢 太多这个动态模糊就 不太好 因为你的顾客呢可能会觉得 好像整个产品都非常的模糊 但如果你平移跟随人物走动的话 就另外一回事了就是动态模糊会增加你这个故事的电影感 第25个最后一个运镜呢就是我们道梦空间360度旋转 云台模式呢要转换这个360度旋转了才能拍出这种效果 我的建议虽然是说转成这个360度旋转 但是呢大多数情况下也不一定要真的旋转 360度 除非你是想要这个画面比较眼花缭乱的感觉 不然呢以我经验来说呢旋转 太多的画面会引起观看者的这一个不适 进而导致呢 你的观众会觉得这个画面非常不舒服 通常呢我只是转个180度呢 只要有得到这种旋转的效果就可以了 当然除非你是计划好的画面 比如说你是想用这个360度旋转后 做一个转场 那就另当别论了 好了这就是今天要介绍的25个稳定器运镜 希望呢你们有学到一些有用的这个拍摄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要全部都学会 主要是选择几个适合你的拍摄内容 然后熟悉了之后呢完全去熟练你的这个技巧就好 因为说到底运镜只是说故事的一种技巧 只要我们的故事说的好呢就算是 非常简单的运镜呢 也是可以很好发挥它的作用 好了记得关注我呢因为接下来我继续分享更多关于这个摄影 剪接或者器材分享的 视频 我们下次见 这么着 我明白 我明白 你 我明白 我明白 感谢观看